每日神话 现在你们都应尽快省察 你们身上还有多少背叛我的成分 我在迫不及待地等着你们的答复 你们都不要敷衍我 我是从来不与人做游戏玩的 我能说到的我也必做到 希望你们都要做一个认真对待我话的人 不要认为我的话只是科幻小说 我要的是你们的实际行动 而不是想象 下面你们都要回答我这样的问题 一 如果你真是一个效力者 那你能不能为我忠心效力 不掺有一点糊弄与消极成分 二 如果你得知我从来就不赏识你 那你能不能留下来为我效力一生 三 如果你出了很多力 但我仍是对你很冷淡 那你能不能继续为我默默无闻地做事 四 如果你为我付出了一些东西之后 而你的一点要求 我并未满足你 你能不能对我灰心失望 甚至怨气冲冲破口大骂 五 如果你一直很忠心 你对我一直很有爱 但你却遭受到病痛的折磨 生活的拮据 而且亲友的离弃 或者任何生活上的不幸 那你对我的忠心与爱 是否还能继续呢 六 如果你心里想象的 与我所做的都不相合 那你该如何走以后的路呢 七 如果你希望能得到的都没能得到 那你能不能继续做我的跟随者呢 八 如果你从来就不明白 我做工的目的与我做工的意义 那你能不能做一个顺服的人 不随意论断下结论呢 九 你能不能把我与人在一起时的 说话与做工都保爱呢 十 你能不能做我忠实的跟随者 宁可一无所获 也要为我受苦一生呢 十一 你能为我而不去考虑 打算筹备自己以后的生存道路吗 这些问题 是我对你们提出的最后的要求 希望你们都能答复我 如果在这些问题中 你具备了其中之一或之二 那你仍旧需要继续努力 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些要求中的任意一条 那你就定规是下地狱的种类 对于这种人 对于这种人我也就不必多说什么了 因为这种人定规是不能与我相合的人了 这种在什么环境之下都能背叛我的人 我怎能留在家中呢 而那些在多数环境之中 还能背叛我的人 我将观察其表现之后 另做处置 不过 凡是能背叛我的人 无论是在什么条件之下背叛我的人 我都不会忘记 我会一一记在心中 等待时机 报应其恶行 我提出的要求 都是你们应该省察自己的问题 我希望你们都能认真考虑 不要应付我 不久的将来 我会用我的要求 来对证你们给我的答复 那时我不会再要求你们什么 也不会再苦口良言来说什么 而是行使我的权柄 该留下的就留下 该赏赐的就赏赐 该交与撒旦的就交与撒旦 该受重刑的就让其受重刑 该灭亡的就将其毁灭 这样我的日子就再不会有谁 来打扰我了 你相信我的话吗 你相信有报应吗 你相信我会惩罚所有欺骗我 而又背叛我的恶人吗 你希望那日子尽快来到 还是慢点来到呢 你是很害怕受惩罚的人呢 还是宁愿受惩罚 也要与我相抵触呢 你能想象到那日来到之时 你是在欢声笑语中生存 还是在哀哭怯耻中度过呢 你希望你是一个有什么结局的人呢 你是否认真地考虑过 你对我是百分之百的相信 还是百分之百的怀疑呢 你是否慎重考虑过 你的所作所为会给你自己 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与结局呢 你很希望我的话都一一应验 还是很害怕我的话语都一一应验 若你希望我快点离开 来应验我的说话 那你该怎样对待自己的言行呢 若你不希望我离开 而且也不希望我的话语都马上应验 那你的信又是为了什么呢 你是否真正知道 自己为什么跟随我呢 如果只是为了大开眼界 那你大可不必这样委屈自己 如果你是为了得福 为了躲避以后的灾难 那你为什么不对自己的行为而担忧呢 你为什么不问问自己 能否满足我的要求呢 你又为什么不问问自己 能否有资格承受以后的福气呢